首先我们准备毛山药一根 二话不说当然是做去皮处理了 然后把山药再次清洗干净后切斜刀片备用 片可以切得厚一点 吃起来比较有口感 大蒜苗两根 把根部拍散后切成斜刀片备用 二斤条两根 切成斜刀片备用 五花肉丝一大把备用 炒锅置放于火上 锅烧热后加入宽油 在给宽油加热的同时 我们给山药拍粉 拍的是玉米淀粉 拍粉的标准是山药分散不粘连 淀粉均匀裹在山药表面而无残留 好了粉拍好了 油温也上来了 五成热刚刚好 下入山药 油炸初期可用炒勺巴拉山药 避免其粘连或沉底 在其表层炸出一层脆脆的外衣皮膜时 山药内部水分流失 在浮力的作用下 山药不会沉底 此时把火开小 用恒定的油温养一下山药 大约15秒后 山药被炸至酥脆金黄时 把火开大 目的是逼出山药在油养过程中吸收的油粉 5秒钟后 5秒钟后捞出山药控油备用 锅内加入红油适量 待油温烧热时 下入五花肉汁 噼里巴拉炒一下 炒至油脂一出时 加入姜片扇片 葱段干辣椒 再稀里糊涂炒一下 炒出料头的香味后 加入料酒适量 倒入山药 开始调味 加入蚝油一丢丢 酱香酱油适量 酱香酱油可用生抽代替 然后再加入老抽一丢丢调色 噼里啪啦翻一下 加入二斤条 蒜苗段 最后加入一丢丢白糖提鲜融复合味 稍微翻动下锅 烹出二斤条蒜苗段的鲜香后 撒入一丢丢胡椒粉即可出锅 搞定了 我们来看看装盘效果吧 我去我流口水了 不看了开吃